为了让原乡能够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日前南投县政府举办原住民部落大学 希望透过各项课程的举办 能够提升原乡的竞争力 更多的新的知识来带动我们整个社区环境的一个改变 同时让他们吸收更多的私事 给他们能够做更多为我们部落的当我们部落里面的一个领导者 来先量改变我们部落原住民的这些教育生活 企举各方面的一个工作 让他们能够有新的改变 此次部落大学的课程除了传统技艺之外 为了因应长照政策的推动 这次也特别开办了认证班 希望能够培育原乡长照人才 照顾偏向的老人 在培训照顾服务员这部分就是有很多年的经验 那106年度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受委托办理就是照顾服务员的培训 就是原住民的部分这样 那因为他们没有过去没有专业的训练 然后也不够90小时的时速 所以我们在完成这个课程之后 他们又很有兴趣 然后我们就为了他们再配合原民局这边 原民会这边就是我们又办理了那个加强班 就是丙级证照的加强班这样子 先议员林芳瑜肯定县府的用心 也期许部落大学的举办 能够让教育普及 不仅在新的知识上 对部落文化的传承相信也有很大的注意 只要你喜欢的这些 记忆啦还是这些学习 只要你肯学 其实都是可以学得到的 包括我们部落这边的一些文化传承 包括了美食编织 其实许许多多的记忆传承 在这里都可以学得到 如果说你想学的话 其实可以一通电话 可以询问 现在各个大学都已经进入开学期 我相信一个学期下来 可以学到蛮多的东西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 终身学习的一个忠实 副议长潘选肯定县府的用心 举办圆巷部落大学 让原住民族群都有终身学习的机会 也许许县府除了传统记忆课程之外 对于新的知识技能课程也能多举办 提升圆巷的竞争力 记者陈伟一普理采访报道